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高市凤山第二护证事务所深入校园协助国中小学新生入学登记几年满14岁,国中生申请国民身份证6天申请近400件,家长只需配合到校时间申请,不用再考护证事务所。 凤山区人口数超过36万人是高市最多凤山第二护证事务所与辖内识所学校合作,以行动机具到校受理护级腾本级身份证申请,才6天申请近400件。 主任李元清表示,福城高中国中部凤翔国中凤翔国小新生登记期间就有将近200件户级腾本申请,与去年相比成长37%,国中身份证申请一样反应热烈,光是无假国中学生身份证申请就已超过150件,可见效益良好。 李元清指出,自己身为父亲很能体会家长一边要上班,一边要处理家中保贝入学或是身份证申请,必须请假跟时间赛跑的问题,从自身的经验看到民众的需求,提供民众最便民的服务。 李元清说,此波申请热潮也让林贵护证人员忙翻天,护所为避免民众等候。 本月每周六上午九十至十二时增派轮职人员,渴望书解假日申办人潮。 李元清提醒家长,本月二十日中轮国中,二十二日凤翔国中均有道校受理身份证的服务。 三十至三十一日凤翔国小新生报道期间,也派员到校受理户籍藤本申请,详细资讯可上官。 网查询或殿下户证所07至7511841询问。